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乔茂回到客店 竟然见到毅廉陪着两个生保人和余建平在那里聊天 乔茂都不理有人客在场了 手指鼓鼓指着毅廉 喂 毅爷 你们去哪儿啊 找到我惨了 那位敏爷呢 他还想说下去呢 毅廉已经站起身了 和欧乔两位打个招呼 他说 姚师傅 辛苦了 欧师傅 很久没见了 来来来 我和你们引见两位朋友 今天余建平 胡曼光两位丢头 和这两个生保人都站起身 毅廉指着那个青年说 这位姓孟 名振阳 江湖上称他为飞狐孟的孟爷 罗汉权很有名的 又指着那个中年人说 这位姓陶名鼎烈 外号铁布三 一身硬功夫 两位都是武林中闯出名堂来的朋友 然后他又和欧联会朝贸引见了 又给此说了几句互相阴阳的客气说话 这阵时三四十位标客都已经到齐了 大家随便讨论了一轮 年轻标客就三三两两到外面坐 有些去了西商房休息 正房就剩下几位主老人物 即是余建平 胡孟刚和姜宇聪 还有有兴望的前辈 好像苏建明 崇江三杰 还有孟振阳 陶炳烈 毅廉和朝贸也都在场 到了现在 余建平才有时间问毅廉的情况 原来毅廉 周桂龙和敏成梁这几日就住在陶炳烈的家里 而陶炳烈 孟振阳 他是来帮余建平敏销的 因为他们知道一些贼人的动静 那么毅廉他们又怎样遇着陶孟两位呢 是这样的 那晚在一间泛土兼客店那里 毅廉打了个老板一巴 窗口外面不是有个人说 打些没本事的秘密做什么 有本事就要斗下行家 说这句话引了敏成梁追出去的人 并不是炮党 而是非胡孟振阳 我们未讲孟振阳 先不先简单讲讲陶炳烈 陶炳烈计上来都算是余建平朋友的子弟 一身硬弓得到他师父生涉拔的真传 他家里就在苦水埔附近的 只要孟振阳 余胡姜三位都不认识他 在那么多飙客当中 只有金文木就知道他和无名和尚有些渊源 有什么渊源呢 这次见面讲起来才知道 原来孟振阳啊 是无名和尚的师兄 黄叶山争的得意徒弟 近日用了师父之命 来到南方游学 所谓游学呢 就是到处找些行家来学一下东西 刚刚来到江苏省警 偶然听说名标师十二金钱余建平 在一班财房摄了二十万盐款 现在正在邀请各路朋友帮忙去找标 因为事不关己 当时是当新闻听了就算了 没多久之后 他得到朋友介绍来到火云庄 拜访庄主子母神 苏武姓文的登门求教 在火云庄住了几日 觉得武姓文有些看不起自己 又没什么忍 有一天 跟武姓文聊天 听武姓文提起余建平 胡孟光标银地劫的事 就好像知道多少爱情 他见到火云庄之内 不但有练武场 又开篝局 南来北往的武林人事不少 值客力很多 有两位武师 特别引起孟振阳的注意 这两个人 后阵都是扁扁扁扁的聊宗口音 说起来 现在提到十二金钱标余建平 都表示出很轻烈的态度 又听见有人说起 淮安府非行大道红娘子凌文宴 孟振阳以前听人说 凌文宴子都带过女侠道来 他就问武姓文 武姓文听了哈哈大笑话 呵呵 凌文宴子是个女子来的 你听我说的 孟振阳又问协标的主谋 是不是辽东人 武姓文说 这层我也不是很清楚 大概不是南方人吧 孟振阳说 这些盐款不同文财 拆了标 看来实在已经葵庄出境了 武姓文说 你的大案拿上情来揣托就很难了 怎么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 孟振阳说 这二十万盐款是不是盐银来呢 武姓文笑了 这麽大笔数 怎么找到这麽大的装票 当然是盐银 孟振阳说 那我知道 盐银那个人 必定不会把全部盐款混走的 他就是收盐款先避一避 过了一段时间 再建一些装款翻写 武姓文说 我们会想 人家也会想的 国人有国人的打算 或者人家不是为了盐财 而是为了泄粉 孟振阳问 泄什麽粉 武姓文说 你不知吗 这个飞炮子和十二金钱有过折的嘛 他一下子不留心 飞炮子三个字脱口而出 孟振阳跟着问 啊 折标那个人就叫做飞炮子啊 武姓文忽然警觉了 他说 老弟 你打正这些事做什麽 我没有 我随便问一下 你知的了 我是初出茅廊 方胡上的事我什麽都不知道的 听见这些事都觉得很新奇 孟振阳就这样顺口应付了过去 他估计 武姓文一定懂得结标的主犯飞炮子 飞炮子现在在哪里 武姓文也一定知道的 当然他不断再问 孟振阳在火闻庄主了几日 一有机会就探听武装主的遗人 他虽然是激警啊 不过已经引起武姓文的管家何元坤的差异了 何元坤是说给武姓文听 于是暗中监视孟振阳 孟振阳当然也觉察到了 那就无谓再留在这 过了一天 他们就向武姓文告辞 武姓文就照例挽留一番 就见到孟振阳肯说要走 就说后日跟他先行 怎知当晚 孟振阳我心一动 在四更时候就静静离开了火闻庄 只留下一封短信辞行 几次他这样做法 孟振阳和武姓文就流落很深的大气 孟振阳在无意之中就探听到一遍机密 他自知初出光瑜 只是露一手的好机会 不过他又不想去找余建平报公司 只是想找一两个帮手 下些苦功夫 首先查明飞炮子的真名真性 以及故意的真来力 再去探清楚飞炮子的落脚地方 将情况摸得八九不离十 等到余建平大会群雄的时候 自己就去登门拜见 报告这个密信 可以在众英雄面前显摇一番 孟振阳估计飞炮子的下落之前在附近 咯说ấm打开包布子 �案预集炮了一本簿 tras入写好的人类地址 这本簿中写的内 就像是赏主王业珊根打法出門的时候 叫大师兄写给他 凡是江南河北武林的名人 与和本门有关系的豪俠 他们的姓名、卓豪 连对相貌渊源都写得清清楚楚 是被孟振阳游学的时候用的 现在就用得着了 一查就决定找两个 一个是在保应院北部的小黄区 就是哲布山陶炳烈 另外一个住得比较远 在淮安湖住着吴重途 那是他最叔叔的表侧 孟振阳首先去小黄区找陶炳烈 刚好陶炳烈就在家里来 孟振阳就用自己的想法讲给他听 陶炳烈就非常之高兴 一旦答应帮忙 因为陶炳烈是当地人 情况熟悉 孟振阳就问他关于子母神说 孟振阳的事 陶炳烈说 孟振阳他早年浪迹光与 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 不过呢 经常有形跡诡异的人物 在他家里出现 他跟飞炮子有勾结都没顶 说不定的 说不定是窝主 是的 我们怎样着手呢 是送信给十二金钱余剑平先呢 我们两个去探探火闻装先好啊 孟振阳说 两样都不是 小子估计这个飞炮子 九成都躲在高梁间附近 不如这样吧 我和你两个 在附近的地方 在下先 孟振阳的船已经被小子惊动了 陶兄你可不可以 努烦大伙朋友 去火云装臥底呢 陶炳烈说 可以想想的 两个人商量了一轮 陶炳烈就出到外面找朋友 孟振阳就住在陶家等候消息 过了几日陶炳烈回来了 他说已经找到好朋友 去火云装臥底了 然后他们两个呢 就一起出去探听情况 有陶炳烈这个本地人 做盲公督探听情况的容易了 就在几日的时间呢 了解到李家杂 虎水浦 火云装 霍家杂 盧家桥等等的地方 都有可疑的生寶人出没 而且都有骑马 只关这一带是接近水乡 骑马的人就不多 两个人研究了一下 认为这一带 确有什么江湖人物潜伏在那 你真是有这么对的这么巧 孟徒两个未找到劫彪人 反而就遇上仿彪人 就是当敏成亮 周桂龙 潮茂和毅廉一行 就李家杂来到虎水浦的时候 孟振阳刚刚也是第二次来到虎水浦 逐间客舰地去打拼邪马的人 孟振阳就发现到敏成亮他们 觉得他们这几个人十分可疑 就送陶炳烈想去摸清他们的底势 那晚 敏成亮他们几个静静离开客舰去探古堡 孟徒更加私疑了 都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又疑心他们是来作案的陆林人物 当晚 敏成亮他们探古堡失败 就派着朝贸回去送信 孟徒两个就分开 由孟振阳跟踪朝贸 陶炳烈就看着敏成亮他们三个 孟振阳一直跟朝贸去到保应院城 才知道看错了人 自己跟踪的竟然是个飙客 真是想起他好笑 就连忙回去虎水浦 这个时候 敏成亮三个人已经搬去那间饭馆兼客棧 孟振阳找到陶炳烈 两个人交换情况 原来陶炳烈也已经探听到敏成亮他们是标客 是来找标的 初时就决定暗中帮他们 但是那天就见到贼党来骚扰 贼党人数很多 于是直接插手 陶炳烈就跟踪那些贼人 孟振阳就在窗口外面用说话引了敏成亮出去 敏成亮算是生气到火热热烈就猛追着他 孟振阳想试敏成亮的武艺 就跟他交手 打了十几个回合 看到敏成亮果然好管理 现在一斗剑定转身就走 走到苦水埔的郊外 孟振阳停住脚步 将自己的身份说出来 并且说自己约了一位朋友来帮余建平招头找招 敏成亮当然不肯轻易相信他的说话 幸好在这个时候陶炳烈和周桂龙艺廉将到来 讲明情况 这样才知道原来真的是自己人 陶炳烈是怎么会跟周桂龙艺廉在一起来的呢 这样的 陶炳烈不是跟踪那些贼人的 他是只顾着抠硬前见 就知道青沙像里面还有敌人的埋伏 用暗器打他就被他避开 在青沙像里面还标出三个人围着陶炳烈就打 刚好 毅廉和周桂龙追着来找敏成亮 他们远远听见兵气叮叮当当响 以为是敏成亮被围了 急不走来帮忙 走近一看 只是三个人打一个 被围的人身材比较矮的 不像敏成亮 周毅两个标师不理三七二十一了 一于坐虐攻强 吓喊一声 还暗器打那三个人 当堂打中一个 那三个人吃了惊 骂了几句 直接进入另外一片青沙像里面 走了 周毅在无意之中就救出陶炳烈 一战连陶炳烈和周桂龙都很高兴 原来两个人以前共过事 于是就互相问候一番 又彼此引箭 陶炳烈对周桂龙他们说 说孟振荣无意之中 就查到劫标责人的情况 要帮助找雕 三个标客都喜出望外 陶炳烈听他们说 被责人搞到没地方住 带他们去小黄去自己的家住 住了两天 余建平率领着四十几个人来到苦水埔 当那标客在集园客棧 曹炳烈要开访住宿的时候 陶炳烈刚刚经过 见到了 立刻回去说给大家听 毅廉和周桂龙都很高兴 立刻穿上长衫 他叫陶炳烈和孟振荣一起去见余建平 谁知主眼就不见了敏成亮 桌面留下他的一封告别讯 他觉得自己不是敌人的手脚 在树一来就没面子 二来就没益处 说几次来要走人了 现在就真是走了 无法指 于是毅廉和周桂龙 就带孟振荣陶炳烈来到集园客棧 送余建平、胡孟光等等中英雄战烈 好了 毅廉就将情况对余建平说完 余建平和大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做 虽然孟振荣已经探听到杜彪的杜辉 叫做飞炮子 财党的巢园 已经查明是在鲁鱼堡 但是飞炮子究竟是谁呢 这么多位老标师老江湖都不知道 再问一下那些年轻人 亦是没有过知道的 急到胡孟光拋头拋计 说 嘿 你看他是谁呢 反正我们已经查到他的斗口 就在虎堡来了 我们就按照江湖规矩 登门头拼 找他拿标 他不给 我们就跟他一决痴红 各位 现在已经整个半月了 我胡孟光拋不住了 前天赵花龙赵大哥还寄了封信 但雷夫都回来了 周府传信过他们 他们都说财人大概在江北来 周府和员工所猛狂吹 不肯再延期了 那怎么好啊 一遍说 头上那些寒猪是极急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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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建平说 你不用急 我们已经来到这处了 马上就动手 我们先听一听姜五嬴的意见 接着他就跟姜宇冲说 我亦都想去古堡看一看 实在没时间了 我们以快为妙啊 大家听见余建平都这么说 个个都暂停都说 他又去啊 现在又去啊 姜宇冲说 我们总要安排一下先的 于是他就派人出去买一份礼物和一张红标 然后呢 他对余狐两个说 我想派四位年轻机警的朋友 带着礼物和名标去古堡 先礼后兴 求见这个非炮子 胡曼光说 没错 我和余大哥处名 是我接力 我知卡作者 姜宇冲说 按我的意思呢 你们两位这次可以不必处名 因为胡二哥你是失标的事主 余大哥是结标人的对头 我是想由苏建明苏老前辈 金文木金三哥和小弟 我们三个人出头处名 胡曼光问 为什么要这样呢 苏建明就拍着手说 对啊对啊 对啊 崇江三字也要处名 余建平想一想 他对胡曼光说 姜五哥的意思我明白 他是先礼后兵 先天锋后政公 首先呢 是请黄氏路出头 以后才是我们的正对头出面 由他们几位处名 即是转到武林之中 平常的慕名榜友 接标的人和我们过不去 他怎么都不会得罪了江南 所有的武林高手的 我估他不至于反面动手的 只要飞炮只肯接贴见面 那么这个闷狐狼就揭穿一半 可以和他打开天窗血量话 这样就好过你和我处名 而且也留些余地的非炮子 是好办法的 不过我就怕他贴人不接 礼又不收 装傻扮懵不肯见面 那么我们就赚了心机 我们去就要见到他本人才好 他如果不见 我们就怎么做呢 这一点我们现在就要想定先了 这一点我们是狼狈的 姜与冲掩盖头 刚才想开声 马智商鸿的马贱园就说 余大哥 江大哥 你听我说 这个非炮子 如果是一个知名英雄 我就按照礼节拜山 这些自然会会见我们 如果他床头缩你 废门不满 那豈不是认输 我就怕那个人 似着恶噎发浪里 比如说 将我们去投帖拜山的人 硬硬扣押又如何 或者将他们弃弄一发又如何 这些事都可能的 江爷 我看就派四位空手去 就未免危险得知 一定要暗中带着兵器 一反面就拿兵器打他的黄发弹 这四位送礼的 我看就不必努烦帝位去了 我两兄弟 就代替余大哥胡三哥先闯在头一阵 马赞员马赞潮站起来 眼光一扫 就走到聂丁常 和欧联斐两位招先面前说 聂二哥 欧联帝 我们四个去好不好 聂欧两位都很高兴说肯去 不过要先问问军事 二马一自告奋勇 那帮青年人立刻耕先恐后 都向姜宇冲说要打先锋 非常热闹 忽然间 黄元礼飙头对他师叔朱大春说 阿叔 这个飞炮子真是大胆 居然敢用二十万官款 敢拔金钱飙企 那他当然是见过大镇像 成了名的陆林好汉 那为什么他的来历 没有人知道呢 飞炮子三个字 都怕不是他真外号 他一边说 一边用眼纳住 坐在角落头的赵忠敏 和于錦两位青年 前头 如胡姜问大家 知不知道飞炮子的来历的时候 你两个人又倒下头 自知浸浸在那里面说什么 各位 欲知后事愈何 请不吝点赞